晚上好 現在好像有那個 有那個 呃 有那個那個那個電池鈴了 我現在終於搞明白是 是怎麼弄了 光看五分鐘發 呃五條彈幕 這個電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什麼你們又去你們去搶帽子來 什麼一來又問有沒有瓜 不知道啊沒有空吃瓜 沒有啊我今天的那個BGM 貝鼎音樂 復古 怎麼復古呢就是特地找了一個 特地建了一個QQ空間的就是 懷念一下年輕時候聽的歌 為什麼因為這些歌以前 多數的時候都會聽 然後就是 飛 以前飛的時候 就很喜歡聽這些歌 但是其實 呃 我並不是 並不是說自己不飛了以後 就不喜歡這些歌了 其實這些歌跟飛不飛沒有關係的 懂嗎就是這些歌 它跟飛不飛沒有關係 就是 它不飛也很好聽 但是不能因為 你飛的時候剛好聽了這些歌 然後它這些歌就是你飛的時候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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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要也不太方便穿運動裝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說什麼齁 我自己在哼我的 我在等你們水彈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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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是發表情也能水彈幕嗎 就是你們做任務啊 就是你們做任務啊 發那個表情也能水彈幕嗎 搶到帽子了嗎 呃 沒有搶 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就對我來說 沒有太 太多的一個使用意義 所以就沒有買 喔發表情也可以水彈幕 水會了 沒有啊 開播之前 你們水彈幕啊 說早也不 也不早 對呀還好 不是 有可能今晚上只有我一個人啊 所以今晚上我自己跟你們聊了 好吧 今晚上看彈幕跟你們聊 因為五分鐘解喝酒了 然後KK他去上課 對啊 二公主最近的話 二公主都 他的學生啊 或是什麼的 都在考試或是什麼的 會比賽什麼的 什麼 5月0217 好久沒來了 欸 你ID很陌生欸 之前時候有在嗎 那個 0217 你的時機了 沒有剛才我看到 你沒有帶牌牌 是不是會啦 是不是 是不是都不亮了 什麼 綠豆海帶湯 沒有人 人家 就是海南那邊 跟廣東這邊 那邊都有喝 那個綠豆海帶 海帶的糖水啊 消暑好不好 在我們廣東這邊 很好賣的 對呀 是可以的好不好 喔謝謝 謝謝 謝謝老闆 欸不是老闆 你送那個是什麼 這個特效好漂亮啊 那什麼東西啊 蝴蝶嗎 喔小蝴蝶 我說怎麼好看欸 沒有廣東這一邊 廣東這邊的話是 就是把那個 呃 好像海南也是這麼吃的 就是把那個 海帶啊 給 給 切小一點 切小一點 然後 那個 對 然後等一下我跟他們說一聲 今天晚上不用陪 不用陪 不用陪了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讓他們去忙他們的 等一下我把那個 騰訊會議給取消了 我就可以放那個 背景音樂大一點了 基本上沒有人陪我 就是我自己跟你們聊 然後 呃 彈幕上面跟你們聊就可以了 對 KK要去上課 然後 把那個背景音 這樣子你們那個 背景音樂小了沒有 因為我覺得聽BGM 特別是 用好點的耳機聽的時候 就應該放大聲一點點 就BGM還好嗎 就是背景音樂 我因為我已經拉到 蠻小的了 那小的的話 我就把那個 音量拉高一點 聽不到了 那我把聲音 大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 我聽哥其實我喜歡 把聲音放大一點 那今晚上 我就把背景音樂 放大一點 然後你們 我把你們的那個 放小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啊 他那個傳播器 把它放 放小一點就可以了 現在 就是現在有聲音了 是吧 然後那個 但是不大 是吧 就是你們那有音樂聲 但是他不大 是吧 那不大就好 就不要影響你們聽到我說話就可以了 因為今晚上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想把那個音樂放大一點 先給我測試一下 背景音樂了 先別水彈幕 欸欸欸欸 先別水彈幕 就不大 就是 就是剛好了是吧 那如果剛好 那就可以了 好吧 我的聲音很誕生 是因為我 我把那個 擴音 開到最大 那我把它調小一點點 好的 我的 我的聲音就這樣子了 好吧 就不要開 不要開 那麼大 那就行了 我的聲音 開大一點 然後 我的背景音樂開小一點 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聽歌 聽大聲點 因為我聽音樂 我喜歡開得挺大聲的 我 我喜歡聽到 他的伴奏啊 這些人聲 我喜歡聽得很清楚 氣息聲音很大 那這樣子的話 我把 我把麥關到正常 這樣子還好嗎 就是百分之一百的 百分之一百的 麥克風輸出 可以嗎 能聽到一點點的BGM 那一點點的BGM 就可以了 你們聽一點點 我聽 我聽大聲一點 就很舒服 水一下 水啊 你們繼續水啊 整打 人家糖水 就是那個綠豆 跟海帶 那海帶切 切碎了 知道吧 切小一點 切碎一點 然後跟那個 呃 綠豆熬 然後熬成綠豆沙 跟那個 跟那個 海帶一起的時候 是真的很結束 而且很好喝的 好不好 今晚聊天有主題嗎 哇 我直播間這裡 從來沒有主題過耶 海帶真的不行 你們好好煮喔 他那個 很 很消暑的 不是海南那邊 也這麼吃 對 它是清涼 清涼解熱 這很好喝 什麼 欸我先說明啊 這不是你媽煮的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媽去港海 有這個姓氏去港海了 以後 她買回來的時候 是綠豆湯煮的 但是她煮的真的不好 真的煮的不好 那個 海帶排骨湯也沒煮好 後面就請了阿姨 也不是說是 就應該是這一週 這一週才請的阿姨 請的阿姨 然後就是因為 之前湯煮的不好 要請阿姨回來以後 你媽又去買了以後 要阿姨就重新煮一遍 但是 但是她沒有想過 懂嗎 她她真的沒有 好像都沒有想過說 就是上一週 湯煮的不好的時候 明明已經 吃了快大半個星期了 但是 請阿姨來了以後 你想再吃的話 你應該是等過一段時間 你再吃 起碼就不會再看見 海帶很煩 是因為請了阿姨以後 就想說 在吃點好的以後 她又買回來 但是她沒想過 已經連續兩週了 是不是 就是她沒有想過 已經連續兩週了 她沒有考慮過 看到海帶的時候 她是什麼 什麼感覺 是不是 真的已經兩週了 不是我是說 你請阿姨以後 你可以吃 你可以吃好一點 或者是你讓她煮好一點 但是你 你起碼有隔一段時間 她沒有隔一段時間 就是覺得 上一週沒煮好 這週要重新開始 以後 因為我去買海帶了以後 但是她沒有想過 就是連續兩週 對 連續兩週 我看到海帶 如果我是湯 我都會吐 就像現在湯 好好的一個妹妹 現在對那個餃子已經 PTSD了 但那個PTSD了她 但現在你讓 你讓湯吃餃子 她會恨死你 她會恨死你 是阿 對阿 呵呵呵 又不是我們直播間的餃子 你問你爸 你爸 你爸 就是包了這麼多 一天到晚吃 什麼 就是 不是你媽煮的 要是你媽煮的 我就不想說話了 就為什麼會想的是你媽煮呢 你們會不會就是 就是 天才剛黑 也這種夢也不用做的太離譜 懂不懂 就是 就是這個 雖然說剛天黑 但是 這個夢也不用做的太離譜 但是 因為上一週 湯煮的不太好吃 然後這週不是請阿姨了嗎 然後你媽去港海了以後 又去買 又買海帶來說 要阿姨煮燉 煮燉好的 但是他都沒有想過 我已經連續吃兩週了 但是他都沒有想過 對啊 就是一天到晚的在幻想說 是你媽煮的 就意思說 你媽煮的 在黑暗的料理 你們都吞下去是吧 真的是 這斷牙式晚尊 也就你們了 對啊 這天剛黑的 一天天的 在那裡做夢 有說煙食啊 早吃香都吃傷 對 吃多了其實也不太好 就是 他清熱了啦 但是也不要你一天到晚的三 一天三噸吃 對啊 我感覺是吃不完了啦 吃不完以後要丟 你要知道那個海帶 它一片很大的 它買了好幾片 一九元錢的就一捆 懂嗎 對 那個海帶它一片 它就很大了 但是因為它趕海的時候 那些海帶它便宜 你媽這麼買好幾張 它一捲起來 就好幾 就一大坑 吃不完的我跟你說 就是會累的 曬乾下次用 然後他們切的泡水啊 有啦 那個沒吃到的有曬 就是 它一片你切不完的 知道嗎 一片 你吃不完的 然後沒吃了 就沒曬 把它給泡了 泡了水 然後 就包 那個海帶排骨湯 然後 就煮了一大鍋 那個綠豆湯啊 什麼 我有量湯方子 我也不太喜歡喝湯 就是 我們家雖然說 湯 吃飯的時候也愛 有一湯 也愛 也愛煮湯 但是一般都不會 舒適 就搞得很麻煩 知道吧 因為又不是地地道道的 那個 佛山這邊的本地的人 就是我們家那種 包湯的話 有時候吃那個什麼 玉米 玉米 胡蘿蔔跟排骨 這個是最常見的 玉米胡蘿蔔 胡蘿蔔 排骨 或者是那個 呃 嗯 那個 呃 就是那種狗體液啊 狗體液 那些清湯 我們都比較喜歡煮 煮這種 什麼阿姐別開口了 沒有啦 今晚上沒人 我就放飛自我呢 對啊 你這 你這 就我一個人 那跟你們彈幕聊天 就 就有些都打不上 就 就沒法 沒法聊 我就 我肯定要 我肯定要放飛一下自我 呃 那是滾湯 對啊 你自己想想 躺著的人 怎麼能唱歌呢 我現在 我現在就 就那個 呃 怎麼說呢 床上的那個小桌子 然後放筆記本在上面 呃 拉個 拉了一個枕頭過去 直接把我整個人給店裡 然後現在整個就是 蛤油的一個狀態 但我現在就是個蛤油的狀態 那你想我 能唱的多好啊 就是 就這樣了 是不是 那本來就是 好好做著也唱不好 好好站著也唱不好 好好站著也唱不好 所以就躺著唱 對啊就是 蛤油的時候去舒服 然後 聽到喜歡聽的歌 左右也不會唱 就哼了兩句 這種感覺是最 這種才是退休女生 女明星的生活好不好 這才是我退休女明星的生活 不然那個標題不是 取 就是一個標題檔嗎 是不是 取了標題就要 落實到底 不是在我們廣東說 洗鍋水一般都是那個 紫菜 紫菜蛋 蛋湯 他沒買一點海鮮嗎 也有買啊 就是就是 有時候我 我不是很懂他 齁 我上次不是吐槽嗎 他說 我說他買那個 買那個海帶 就會買一捆 然後去看到那個魚好的 然後 明明就很小條 但是他 他買的時候 他只是覺得 也很好的 但是他買的 就經常就一兩條的那種買 又不是那種大的 那想想家裡面四 就是五口人的那個嘴 就是買那麼一兩條那麼小魚回去誰吃喔 也也也有看到好的也有賣 但是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吃魚啊 欸 他他只是去 去看的好玩 懂啊 只是去那邊看的好玩 而且那邊看日出很酥 就是很漂亮 懂嗎 就是海邊那邊看日出啊 很漂亮 欸我剛剛說他有買 他有買的 又問有沒有買海鮮 有買 但是也不是一天到晚吃 就是就是 就是去 去去臭個熱鬧 是不是 你爸賺錢不容易 是 是確實不容易 其實說實在的 平時你媽一般 其實也沒有怎麼說是 花錢什麼之類的 我 就你媽其實也沒 也也也不花 不怎麼花錢 你媽現在是學英語 你媽也在學嗎 那我上哪去問呢 就我 反正我 我現在是有點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是你媽的英文水平好 還是你爸的英文水平好了 就是 就是 你媽就是 湯跟你媽出去的時候 出去去國外 算是半個啞巴 我就不知道你爸 是不是全啞巴 就是 你媽起碼跟湯出去的時候 是半個啞巴 什麼叫半個啞巴 就是 別人說的時候 起碼還能聽得懂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能知道怎麼買東西 然後 口頭 知道去買什麼東西啊 一些 就是 比較平常的一些交流 還是懂的 就是 對啊 那其實就是想很流暢 什麼之類的 那就算了 因為我之前不跟你們說的 三個人加起來 就半個啞巴 什麼 有空兩人一起去打高福嗎 你爸沒空 我 她在學英文嗎 我上那直到去啊 我沒那麼關心她們 她們兩個有沒有學英文 或者是有沒有工作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那麼的關心 就湯说 湯说就有 湯不说就没有 我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刻意去问的 这话你抢到火急了 还有啥好笑事吗 也没有 也不是一天到晚闹笑话 而且我也不觉得 刚才我说的那一海带 是什么好笑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就是那种很日常的生活 而且你妈也不会觉得 她有什么好笑的 她也不会觉得 她买多或是怎样的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便宜 是不是 就算吃丢了多了丢了 她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可惜的 又什么就一个便宜 打练手术 你又不是男生 怎么练手术 你又不是男生 又不是单身 懂吗 练手术的一般需要练手术的人的话 首先要单身个二三十年 还得四个男生 这种才能练手术 女生你就老老实躺 买得到就买得到 买不到就拉 结果就拉倒 懂吗 又不是男生练什么手术 别人说好 别人说不好看不买 然后你就真不买了 那你怪得了谁 是不是这么好忽悠 这么好忽悠 你怪谁 什么 有什么被内涵到 什么 那狗子的手术可以 没有 现在你爸的手术不太行 为什么 有对象了以后 手术就不太行了 因为不用 不用自己练手术了 你要知道 两三年不练手术的话 他那个手术会下降的 好吗 你两三年都不需要练手术了以后的话 他是 他是那个 是会下降的 你爸现在手术不行啊 是不是 那些 现在又不单身了 哪里手术还可以的呢 你听不到声音 他们还说我声音很大声嘞 你现在又跟我说听不到 你看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开声音 什么 什么 我都单独开车了 不是啊 我在很正经的说啊 那你们 就是 你要知道 就是 不是 这不是单独开车的一个问题 那你们不是说到梗了吗 就是我们电竞 就是看电竞的人 看电竞的人 就是 那个手术 人家一般开玩笑 说他那个手术是怎么开玩笑的 就是说他练的是通知工 什么叫通知工呢 就是单身 单身至今 然后没有任何女 没有任何 就是异性 也没有任何性生活 然后的话就是 懂吗 就练的通知工 然后这个手术 什么事情都要靠 都是靠手指解决的 然后就是这个手术 就快得不行 然后 然后人家 他看看他多一个技能 或者是 速度很快的时候 人家都会开一个玩笑说 哇 这个单身多少年 才练出来的手术 所以所以就是 就会变成一个梗 懂不 然后 然后就是 刚才我就 我就 就有点什么了 然后你说 他说 哎 我爸的那个手术 应该很不错的 我就想着你爸 跟你妈谈 有两三年了 是吧 对两三年都已经 就是不需要 需要什么手指来 练习了 他 他这 他这 速度 应该是会下降的 知道不 你夸你爸 啥都可以 你不能夸你爸的手术块 好不好 你夸你爸的手术块 的话 你就不是在变相说 他没有性生活吗 什么 对呀 你在说你爸手术块 不是变相说 你爸 不是变相说 你爸没有性生活吗 对呀 所以你爸 以前 就打游戏很厉害 后面就打游戏变菜了呀 对呀 你爸0-6 演队友 对呀 对呀 你爸 所以现在 所以打游戏这么菜 0-6 演队友啊 那不然以前 号称 号称 英雄联盟 钻一 高手 钻一高手 守门员 是不是 钻一守门员高手 你怎么的 这个 按照这个年纪 还能 还能 守 守钻一的话 起码就单身 好 单身 二三十年的 那个 练出来的手术 对呀 一谈恋爱 以后 玩个玩种 游戏 都是 0-6 开局 什么 扩张这种是技巧 练什么手术 人家是 懂吗 人家那种叫 妖术 不叫手术 懂不懂 人家那种 叫 手艺 叫技巧 懂吗 叫开拓手术 手艺 知道吗 这种叫 手艺 然后 你说 术多 你只能说 腰力 好不好 那你是又说手的 也好 话 他们说他录谁 录你妈呀 真的是 是不是 为什么你没有声音 就只有你没有 绝配 绝配老板 就只有你没有 什么 我没有 没有什么 很放飞 对呀 你爸是 手艺人 你爸是 手艺人 他不是 手术人 好不好 看看 俊子站在一起 那姓张力 以前没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白斩鸡 是不是 以前没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两个白斩鸡 那是不是 那说你爸妈 以前没有 就是没有遇见彼此 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新生活 那鬼姓 都快30岁的人 是不是 那肯定 那肯定就是 有过季节 怎么 但是只是说 没有遇到对的人 所以 就是 看起来 好像两个白斩鸡 他有个刮痴不明白 你要发给我 我不一定能 我不一定看得到 我现在后台私信 我都已经这么久了 还没看完 我也觉得很辛苦 就是很无奈 就是有时候 我并不是说 不看你们的私信 也不是说 不回你们的私信 就是 就是有时候 他有时候太多 我也是没办法 白斩鸡是啥意思啊 看起来像个瘸 像个雏鸟 知道了吧 什么白斩鸡 就是 看起来像个雏鸟 就是啥 就是 就是明明 就是 不应该是那种 童子鸡 懂吗 就是不应该是童子鸡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 就是 懂吗 就是 那种 就经常 一看就感觉像 跟那种 那种五子姑娘 过生活的 但是 但是你又不能说 以前的都没有 那以前都有了 但是就是 没有 就 哎 我就感觉就是 没有好好享受过 没有好好享受过 那个的 那个的 那个滋润 什么 你 没有 没有 是两个都很明显 他们两个没有说 谁比谁像 是 是两个都是白斩鸡 然后 在一起了 然后 两个都是熟透型的 没有说 谁比谁 就是 就是比较像 没有谁比较像 知道不 没有谁比较像 没有谁比较像 就是 就是 就是说实在 像你妈以前的 有男女朋友 就是 有 有女朋友 你说没有 性生活 那鬼性呢 那 那我就说实在的 他就活该 他是个小 不是 他跟女的有经验 跟对男的有经验 这有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 就是 有 有 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 就是男女的方式又不一样 他男女方式又不一样 那事实上 你妈在男 就是跟你爸 跟男子 男子这块 确实也是一个没经验的人 你妈的方向是没找 对 对 我也是觉得 那就是 也有性生活 但是就是不太对劲 懂不 就 就 就没有那个 就 就没有那种 说是吹熟功能 他就 他就没有那种 就是 跟女孩子在一起 说没有那种吹熟功能 他们两个都是 我之前的时候 我看你妈 那个气质就总觉得 哪里都不对 然后 然后跟你爸在一起以后 就是 那 那感觉是差太远了 简直 简直就是 翻天覆地 换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 反正 像我们这种 常年 看看人的 这种 这种人 就是这个气质 变化的 太明显了 太明显 简直换了一个人 你说 你说那种 说什么 红气 让人 什么类型的 也没有 你只想想看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的话 那个三合令 都还没有开始红 三月份的时候 都还没播完呢 是不是 那时候气质都不一样了 你别告诉我说什么 红气养人 自己是事实了 好不好 就是红气养人 这个是事实 就是后面时候 有气场类型的 就确实也是红气养人 但是 那个时候 就是上号令 开始红的时候 的话 他两个气质就不对了 什么 爷爷比较明显 No No 没有谁比谁明显 你只是 只是你看的比较明显 懂吗 就只是 只是你看的比较明显 就是相对于我来说 我是觉得 这两个是 就不相上下的 懂吗 就是 就是这个气质 这个 对 我看人 我从来都不是 不是看长相的 懂不 我看人 从来都不是看长相的 我是看气质 你 你 但凡 如果说你气质 能留住我一秒 我就会看你的脸 你的气质都不太行 的话 那脸 长得多好看 我都不会 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好不好 所以气质跟长相 其实真的很 很 就是 我基本上都是 我 我说言狗吧 言狗 我就 我就把我喜欢 气质跟长相 是一起的 光戳好看 有什么用 我承认 我觉得爸爸很好看 但是 我就觉得 爸爸就是 很像个花瓶 就只是好看 我没有攻击爸爸 我没有攻击爸爸 我是觉得 真的觉得爸爸好看 懂吗 但它是 浓园系的 这种好看 五官 比较 不要 不要张扬 明媚 就爸爸 长得很好看 但也就只是 好看而已 我想想看 我想想看 谁 谁好好看 我喜欢 那个 我喜欢 苏琪 这类的 对 我喜欢 苏琪 这类的 懂吗 我不太喜欢 就是单纯 只是好看的而已 不是爸爸 他老实 本来 他的长 爸爸的长相 是很有攻击力的 但是他没气质 你不是说没气质吧 就是 就是只是好看 懂吗 你说不上来 他是什么气质 但 但 就是好看 懂吗 就是好看 懂吗 就是爸爸你说 他是什么气质类型吗 我说不上来 但他就是好看 但你说我喜欢吗 呃 我 我也就只是觉得好看而已 没有别的了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嗯 那个 你看像苏琪的这种 其实 其实男生并不会觉得 像苏琪这种很漂亮 但是我很喜欢苏琪 我是觉得苏琪真的是 就是 他不是长得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的人 但是 他的气质 可以弥补一切 什么 今天就我一个人播 对呀 今天就我一个人播 没有 以前 以前我就觉得很好看 现在是越来越好看 苏琪啊 以前的时候是觉得好看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好看 我怀疑人们的身后 有所淹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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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 就是 就是有时候我想 你们要跟我吃瓜的时候 的话 我希望你们截图过来 不要给我网子 你给我网子我都不会去转的 我不太 就是 就是 懒 对我就懒到这种地步 而且 而且最近呢 而且我最近 就是 就不太吃 不太吃瓜 什么叫不太吃瓜呢 哦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说娱乐圈有什么大瓜吗 后面他说是 说这个链接 有 里面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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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的 天王 简直点 我对他完美 也 也 也 想想 我看一下 我看 我看一下 他 他 就是 这个人说 当然知乎的人 我 我 我首先打个问号先 然后 然后这个宝贝 发了这个链接过来 给我 就说 让我看看 呃 就是 给我看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很想问 就是 天王 天王六 就是 他 他想问的是 呃 我们德华 说 谈不上 劣迹斑斑 但是 他的虚伪 让我印象深刻 而且关键是 洗白的 还很 非常彻底 啊 我看一下 呃 就是 看是什么 所谓的公关人士 我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又是 内容一张图 全 内容全靠边 我看看啊 一张单身 呃 首先 呃 首先 刘德华从来没有 那个 呃 没有怎么营业过 呃 那个 什么说呢 就是 难有人设 就是 圈内人都知道 他有老婆 懂吧 就是 就是 你不知道 是 你不知道 而也 是不代表 别人不知道 是 圈内的人 都知道 但是 人家只是 不跟你说 而也 你不说 就不代表 别人不知道 然后 你 你 你觉得 你不知道 然后 你就觉得 全天下 都不知道 然后 我就是想 就就是想问 就是 不要 就是 就是 懂吗 然后 我就很想问 你是谁 是不是 你是谁呀 为什么要告诉 你 你不知道 然后 你就代表 全天下 都不知道吗 我就觉得 这些人 超好笑的 懂吗 懂吗 就是 刘德华 跟他老婆的事情 是 全 全 都 知道 懂吗 你知道 为什么 大家不说 那 大家不说 那还不是一位 香港的狗仔 首先 就是 有一些 那些师生的份 那 那 那 我们德华的 那些师生 有多恐怖 那 谁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逼着父亲 父亲 麦胜的 这些 你看 这个最出名的 就是这个了 那 还有一个 首先 没有出这个消息了 以后 就没有谈 那为什么 大家都不说呢 那是一位 香港的狗仔 懂吗 是香港的狗仔 就是 太渗入的 太渗入 这些 这些生活 什么类型的 就是 就 一点隐私都没有 那你想想看 就是 香港就这么大 那 大家都不知道吗 懂吗 大家不知道吗 都知道 那只是不说 然后 然后他说 然后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的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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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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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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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语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知名洗发水广告 呃 呃 哪个广告没有剧本 就 就 哪个广告没有剧本 呃 然后他就说 里面的 就是拿 拿广告里面的台词 他说 我的梦中情人 他一定有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他代言的是洗发水呀 宝 你给的不是我这个吗 我 我就是给你看的这个链接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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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吗 那就是 就是说 最后 最后一次更新 放在后面 就是以后 不会再更新 难道 也要我看这个界面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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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问 问的是 问的是 那个 德华的事情吗 呃 我 我 我 首先 我跟你们讲 啊 我 首先 我 我评价一下 啊 我 我首先 评价一下 说德华 我首先 我评价一下 首先 他这个人 很冷漠 就是 就是 他这个人 怎么说呢 你别看 跟四大天王啊 还有跟谁谁谁 什么之类的 呃 他其实 他这个人的 交友 交友 这块 很有很有限 就是 就是 你自己想象了以后 你不要把你的想象 就是放到 本人的身上 知道吧 你 你不要把你的 你的想象 放到本人身上 他这个人 就是怎么说 都非常的现实 然后 然后他的朋友 其实也没有多少的 他比较好的一个朋友 像 叶倩文 因为叶倩文是他师妹 也不算是师妹 是师娘 为什么 因为 呃 他是富士林子祥 他是富士林子祥 然后 他的 他的 就是应该是师妹 也是师娘吧 是跟叶倩文 是关系比较好 还有一个是梅艳芳 跟梅艳芳 然后 其实他就是说 意思说在港圈这边 其实朋友并不多的 知道哦 然后吴君如也算是 你别以为就是跟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关系很好 其实大家就是同事关系 但是关系很好的 其实也没有 懂吧 也没有 然后 然后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情 那为什么都不说 那是因为就是大家有些事情也不说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 然后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的话就是很低调 知道吧 他这个人也很低调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就是早有早有什么类型的时候的话 都不用你来 都不用你来那个 好不好 就是都不用你来说 以前 以前的狗仔 你要相信以前的狗仔能力 好不好 你要相信以前的狗仔能力 懂不 你要相信以前的狗仔能力 懂不 他有什么东西 他一定会扒得出来的 而且 而且就是 你不要看 就觉得啊 我是四大天王 然后他们关系就很好 没有 你想了太多了 点多你就同事关系而已 然后我给你 我看一下 他说最后一次更新 放在后面以后不会再更新 他说今年二三月的时候短暂过 追过一个男明星 那段那一段时间很上头 哎 主要是别到时候我读完以后 我不知道是谁 那不是 不是宝贝 你如果说是 你截图也好 或是怎样也好 如果说是文字特别多的一个情况下 我没有兴趣看啊 文字特别多又长又臭的那种的话 我是不会看 但是又长又臭让我看完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那你就死定了 我跟你讲 那你再浪费我时间 那我现在现在我愿意 我愿意花时间看啊 我愿意花时间看 但是万一 我跟你讲 万一以后就是 万一我读完了以后 我都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你死定了啊 好不好 是你死定了 如果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短暂追过一个男明星 那段时间很上头 全网搜他的资料 误导物装进入了天涯的一个帖子 楼主的帖子是从19年开始写 对娱乐圈的很多预言和爆料 后续都非常惊人的准确 但是他爆料的都是贯穿整个贴纸 按戳戳的那种 当时把帖子看了 还跟楼主单独聊了好多次 终于把他隐晦的瓜确定了 非常颠覆三观 非常颠覆认知 颠覆三观 楼主最后一次跟我聊的时候 告诉我他要退出天涯了 后来前段时间天涯关闭 那个帖子再也看不到了 首先我说明我自己也不确定真假 全部 我自己也不确定真假 全部都是在天涯看的 妈的你不知道以前天涯 就是我们豆瓣的那个起人头吗 知道吗 以前装逼 装逼撕逼去天涯 我以下所说的都是根据对帖子的回复 回忆复述 大家觉得冒犯 骂天涯别骂我 那你想要骂天涯的时候 那你说什么 我真的是 这个爆料要从娱乐圈大佬 此处的大佬是主于 娱乐圈 其实有几位话语成 Boss的取向说起 据楼主所说 第一娱乐圈 影视发展 要先跑男一人 都体力比女人好 第二男一人的商业价值更高 花期更长 第三 由于上进胖子经的定律 你知道吗 从他说这句 第三 由于上进胖子经的定律 许多女人现实很瘦 我首先 上进胖子经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说法呢 你知道吗 光是看这个我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 为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是编的 以前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以前拍东西 它是用胶带 是以前我们都说浪费胶带 是用胶带来 那个叫那种叫什么来着 就是你们还记得以前 就是我们的那个胶带片 还记得吧 以前 以前看电影时候 赚的那个 那种叫胶卷 那种胶卷来上进的 就是你本人 对 你本人怎样 就差不多是怎样的 现在是上进胖子经的 很大一个原因 是一位夜镜电视 懂吗 懂吗 胶片它的还原 它的还原是多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的 上进胖子经的定律 是因为 那个夜镜显示器出现后 夜镜显示器出现了以后 它变成了宽屏 宽屏电视 懂吗 以前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6比4 6比9的 那个比例 现在是14比9 对 14 14比9 16比9的这种比例 比例来放宽 那人肯定会胖啊 你你你 我读这个 我都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 我都没搞明白 是不是 那上进胖子经的定律 哎 真的是 许多女人比现实还瘦 男人比女人更漂亮 算在做的 比较爱男性 但是怎么合作 根据的 因为神经跟女性交道 就是上面 其实这些什么东西 等一下 我慢慢看下去 我要少快点 就是就是 就是宝贝啊 我是觉得 你要不要 让他去写小说 好吧 你要去写小说吧 我慢慢的 我全 我从头看 到我看下来的时候 我不明白他在说谁 就是就是 就不要用代号 就是真的 不要用用代号 这种这种事情编的 我跟你说就是 你要想知道离谱的事情 这个圈子只有 只有最离谱 没有更离谱 懂吗 就是 只有 只有最离谱 没有 没有所谓的更离谱 懂不 就是 就是看完以后 不知道他说谁 看完以后不知道他在说谁 这是最恐怖的 懂不 就是 懂不 就是 你最恐怖的事 看完以后不知道说谁 就是我忍不住 就是老师想纠正他一些 就是表达性的 一些错误的类型的 你不写全名也可以啊 你写个信也可以啊 是不是 你你信 你信也可以啊 你看就是 取什么小额 什么之类的 那谁 就谁知道说谁嘛 那 那这个圈子里面 对啊 这个 这个圈子里面就是 离谱的 只有更离谱的 然后他们说说 你说娱乐圈的 你得跟 你得娱乐圈 这个圈子很大 懂吗 这娱乐圈的圈子很大 你得知道 到底是港圈还是台圈 还是 还是我们内陆的 你这样子的话 还有一个定性 好不好 对 你知道还有定性 你得分哪一个圈子的 我之前我有评价过港圈那边 港圈那边很直接的 懂不 弯就弯 直就直 那广圈那边很直接 那为什么 因为以前港圈那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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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黑社会 有古惑仔这一块的 懂不 就是真喜欢谁的时候的话 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以前港圈啊 就直的就很直 弯的也很弯 就没有说是 我是直的 然后我玩弯的 然后我弯的 我去玩直的 没有这种 就是 就是以前港圈 不信你们玩R17 R17就知道了 R17香港的 他们以前这些就是很直接的 很很很直接的 懂不 就光是我自己知道都有都有好好多 就人家直直就很直 他那个不像我真的真的我反而是觉得台湾那边的就是弯圈那边 呃就是呃台圈那边双叉头比较多 郑叶城 你问郑叶城啊 呃我不太了解他 我听说过他 我不太了解他 可能还没有那太出圈 就是打打戏挺好的 台湾那边吗 台湾那边不是说弯的多 是双的多 但是但是也不太避讳啊 我一直都觉得香港那不是香港跟台湾那边都挺开放的 香港跟台湾那边都挺开放的就是人家都不太避讳 就正正不是说结婚了吗 我不知道啊主要是我听过这个名字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有去了解就是还可能就是没有红吧 对啊那我我都没可能是没有红吧为什么突然间问郑叶城呢 我我就是我是觉得这种老老实实好好拍戏的演员就应该多多点资源倾向也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郑叶城长得也不错是不是功夫也有底子拍动作片嘛 拍动作片什么之类的可以多考虑一下 但是但是也并没有说是会多吸引我 他被口哨歌粉卖不进业 他还不进业啊那这样子的话诚意诚意是不是如果说按进业程度那诚意是不是要失业了呀 对啊如果说是正业程这边不进业的话那诚意他是不是要如果说是两个对比的话那诚意是不是要失业了呀 我怎么好意思说啊 是吧就而且就是为什么要跟那个为什么要要要要成一家跟郑叶城他们两个要要要要吵架呀这两个又不是又不是一个路线的 对啊这个这个又不是什么路线的一个是打心 一个一个是一个是骨偶口哨口哨口哨也清楚嘛 啊我们没有那么重口然后去了解这种东西 我特别厌恶或是我知道我看过的那些话我才会知道并不会说是我特意去了解 特意去了解懂不 就是有也行没有也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有 说实在他没有是正常有的话我也觉得也太辣了是吧是不是 那你不那你不会觉得 那你那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那那如果说是他没有的话我也我也想挺相信的为什么你本来就胡 那你说他有的话那不是更离谱吗妈妈的都有金竹了还胡成这个样子 我再一个郡主口哨口哨受伤了 他拍戏有没有有没有就是没我好像都没有见过他不吐血的照 不吐血的那个 懂不就是就是我好像真的没有没有没有看过 他拍那种就说不吐血的剧哦那你知道是真兔还是假兔 不是啊什么你宁可相信相信相信正正有啊就是正业诚嘛 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是觉得吐血就是每部剧都吐血我懒得知道他是真兔还是假兔啊 那那你不是觉得你不是觉得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很离谱吗什么叫很离谱呢 呃那那那那没有金竹也胡成这个样子没有金竹那是那是很很很那个 很正常的为什么毕竟就这么糊了是不是那你们说那你们说我说的不是是不是事实嘛 是不是那你按逻辑分析嘛那要是没有他胡成这个样子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说有 那就离谱为这是也挺离谱的为什么离谱呢就是就是有金竹的也胡成这个样子那不是白碎吗 是吧那不是白被碎吗被白瓢了是吧被白瓢了那不是吗有金竹还胡成这个样子不是被白瓢还是那那那都也是被那得是多差的金竹才能让他胡成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最近正义层他这里就是慢慢起来很大一个部分原因是不是不是那个 谁呀成成龙就是比较比较看好他 等吧成龙这边比较看好他就蛮欣赏他的也有介绍他认识人 我就没有太大兴趣知道这些本身他这个人就很低调啊我都不太是我都不太会去关心这些电影资源跟电影电视资源这边都有介绍人啦只是看他这边去试试的时候有没有过而已啊那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啊 什么也许是真爱啊我不太清楚啊我都没有太太大的一个兴趣知道胡逼的事情你看就像我我没有太大兴趣知道一个是酸菜的事情 呃我不太不太说用说正用替身那这年头拍动作戏拍动作戏那种比较危险会比较专业的动作不用替身 用演员来吗在演员来拍不出那个效果的类型时候啊用替身做一些比较高位的动作那不是嘛那个像你妈那么敬业那个翻船的一个动作有一些比较比较专业的动作比如说危险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动作你也是需要跟替身老师一起配合做的呀是不是那都不用那谁全部都不用呢也蛮也少见都不用啊那成龙大哥都还有替身呢是吧 是不是那人家常龙大哥这边还有替身演员呢真的是这年头还不用呢 这应该是替身老师跟演员本身来成就这个角色 哎有时候有时候就觉得哎不用不用替身这件事情是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吗你你那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你那些高位的动作或者是一些比较困难或者标准的一些动作你能做的下来我更能说佩服啊但有一些事情专业的事情你交给要专业的人来做嘛 就有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是来接这个动作的以后话然后你来一些比较比可以可以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动作嘛是说他用替身 嘎戏 那那那那我没有觉得正业层有这个资源到 有有有这个资源说到用替身去去顶戏去哦我不觉得正业层有这个资源说是就是多到他可以几个剧组跑啊你你都不知道他的那个资源有多内 好土豆呢 啊 嗯 我也不太我也很久没有留意过过阿鹏了耶 我也没有觉得阿鹏到底哪里有什么翻身迹象也就那样 嗯 也就那样真的我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翻身迹象就该讨厌还是一样讨厌 也没有也没有觉得是怎样的 什么口哨粉说的那口哨粉说的可多人的之前是还不 还不还说你爸妈 是不是 那个那粉丝说的那可多人真的是你还相信这个 看看就行了 哎 我都不太喜欢吃这种瓜就这样子了 太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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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糊了这种 吃这种糊瓜就觉得很 就怪怪的 哪都不太对劲 土豆不是被软封杀 你也可以这么说啊 你也可以这么说啊 反正我就没有那么在意 对啊 火就火了 那又怎样嘛 我又没觉得又怎样 那你觉得他的戏或者什么有火花吗 也没有啊 我我没有听我身边的人 或者是哪有哪一个说他有什么翻红迹象 或者是有什么类型的 那羊八波又怎样嘛 哎呀不是那句还上不了羊八咧 不是口哨这种这种话 都不难道不是你们 你们来跟我聊的时候说吗 哎我真的你知道就是不太喜欢跟你们吃花的时候 你们老是问 外号是你们取的 然后一会儿跟你们吃完 然后又问那个口号的人是谁 他们现在有人在问口哨是谁 我吃枪我也不知道啊 口哨是你们取的呀 口哨是你们取的呀 我之前说我也不懂啊 然后后面按着你们的说来 我那时候都是仔细点名的 你们就跟我说说姐 都不一会儿被人家举报了 我现在也是按照你们的外号来说的 然后现在又过来问我说口哨是谁 然后头疼 对啊头疼 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 每部剧都爱吐血的 等我啊 所以所以所以你就你就你就不知道 他是真吐血还是假吐血呀 是不是 那几乎测度来的上去的时候 伤口都愈合了 什么什么啊弹幕这边会有人告诉他们的 也是你们这边自己在弹幕都能聊天的 你们问了以后就不用担心 我说我会不会答 弹幕都有 都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的 我现在突然间就是 有点不太习惯说突然间 过来跟你们聊天了 因为之前的时候都是我跟跟 K他们五分钟他们 就是我们自己聊我们自己的 我都不怎么看弹幕 然后现在突然间跟弹幕跟聊天 我突然间忘了你们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们自己能聊自己的 你们会自己跟自己聊 而且说那个链接评论区说的人是小景 我已经没人了 不是你你你你不是你这个宝贝 我我我之前的时候说小景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你是不是 嗯 就是就是你是不是你你是不是没有来听过 就是就是就是我说小景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没在 那那你没在的话 我也没法子了 我也不是 我也忘了是 我是哪一期来播了 我我之前有 差不多花了半个钟 有说过半个钟说过 我这个事情 就是就是他们那时候还 哈 一个一个都在那里哈 是是不是 他一个个都在那里哈 对啊爱扣啊 对啊 他又要有一些 就为了事业的时候 有一些有的没的呀 有的没的 之前的时候没有说过吗 是吧 他要和大表姐结婚吗 你说他跟男的结婚我还相信的 为什么会问这种事情的 他说有话语权的人在问 他说他要和大表姐结婚 要结婚吗 我就想到什么时候跟大表姐在一起过 你说他跟那个男的结婚我还 我还说 哦 谁哦 他说跟大表姐 哎真的是 什么据说不是据说的 就是啊 VJI 这个是谁 VJI 我VJI呢 就凭什么不是 不是 UJI 不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K-E-L-E 这个 Killer Milk 这个 Killer Milk 他这个带的是VJI的一个牌子进来的 不是 你这个牌子是用过美颜吗 不是UJI吗 我们家狗狗的 我们家狗狗的 那个牌牌 不是UJI吗 为什么是VJI 肯定是带了美颜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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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昨晚看完采访比赛哭了吗 肯定哭的呀 眼含 就是眼含热泪 嘖 眼含热泪 对呀 你 你要知道啊 就是 就是 主要是阿乐开了美颜 不是 就是阿乐 我直播间也没开美颜啊 你阿乐开美颜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是VJI 大表姐是鸡猫 我哪知道啊 是也不奇怪 不是也不奇怪啊 我 我 我一直都觉得 我一直都觉得 在这个圈子里面 哇 性取向是一个问题嘛 这性取向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可男可女 男女都可啊 就没有确定 结婚之前 都不确定性取向的 是这个时候还来问 说是什么了 什么阿乐眼中的自己 有时候 我跟你讲 如果说是采访的时候 可能小狗他只是说他 没有什么 或者是说 只是说赛场回来 开心的什么之类的 我是真的很见不得 很看重的人 就是流眼泪 但如果说是你爸 哪天 聊到一些委屈的时候 掉眼泪 我可能也会跟着掉 你妈 就是 就是 因为一些委屈 或者一些事情 掉眼泪的时候 我也可能会跟着掉 但是 但是 让我觉得就是超级的 究心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家小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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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一秒还笑嘻嘻的 突然间 然后就打不上来 打不上来 就是 也不是说打不上来 就是 突然间哽咽了 然后就是 说不出话的 那个感觉 就是 你知道吗 他又是一个小胖子 他又是个小胖子 然后 我们家狗狗 他又是个小胖子 然后 然后 这个小脸圆圆的 小脸圆圆的 小脸圆圆的 然后就是 那个 就在那里 瞇着这个嘴的时候 整个表情 特委屈 知道吧 特特特委屈 然后 然后 他也不是变成小哭包 你也没有说是一直哭 就是眼红 眼光红了 说不出话 你反而是这个样子 就觉得更 就让人觉得更委屈了 对啊 我们家 小狗狗 就是小狗 就是一个小胖子啊 然后 这个脸 就本来圆圆圆圆的 可可爱爱的 委屈的时候 就可委屈了 是不是 然后 那个我还被五分钟 他们调戏我 我还被五分钟 他们调戏我 说 说我有 我有别的狗了 知道吧 我昨天 我今天是被 真的有被你们五分钟解 他们调侃我 说我有别的狗了 就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说我有你爸这条狗了 以后 还有 还有另外一条狗 他说我有别的狗了 然后 我就很正经 我就很正经告诉他们 我就很正经的告诉他们 我是先有小狗 后有你爸那条狗的 就是我们家这条狗是先来 你爸这条狗是后来的 懂吗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小狗的时间 我喜欢UJI的时间 远比你爸 你爸的时间多了好几倍 对 对我们家小狗出道 按照今年来算快有十年了 他是一三年出道的 我从一三年就开始看他了 一三年 然后他到他现在是二三年了 已经快十年了 那我喜欢你爸才多久 我喜欢你爸才三年 我们我喜欢我们家小狗 喜欢十年了 这没得比的 好不好 这好几倍的 而且而且就是大家喜欢的人都一样啊 你爸很喜欢小狗 你妈也很喜欢小狗啊 我们家狗狗退役的时候 他们两个那个时候还没认识呢 懂吗 那那那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家狗狗退役的时候 呃那个那个 你爸跟你妈那时候还没认识 就是去还去你妈去我们家狗狗那里评论了 你两个人的评论以前以后 你们你们你们不觉得这个是个缘分的问题吗 对啊你爸你妈那个时候还没认识呢 我们家狗狗退役的时候 他们两个有去我去去我们家狗狗那个微博那里留言 两个人的两个人的那个排名 一个以前以后在那里 对啊他们有啊 哎不是你你你你这个你这个美颜的这个没有 哎你你是你你你也是我们家人吗 就是他说小狗二零年退役的时候 他们一起青春结束了 这这你合着你也不是纯狗啊 你你这是不是也磕CP啊你啊 你你你带了个VGI的牌 然后过来跟我说 他们两个一起青春结束了 这合着其实你也是我们家橘子皮 然后他带了个VGI进来是吧 就我以为你是纯电竞粉哦我靠 就害害了我在这里自作多情 就合着自家人 带个VGI进来人家是臭不要脸 还还让我特地就是很就是就是多 一直在一直在留意你 什么他是老观众 我我对他ID都很陌生啊 就凭他带个VGI一眼就让我 就是一眼就让我眼熟了 哇这这也太心机了 这这心机表 他说他立马掏出他的牌子就竟责15级 不是你15级我可能真的就是就是都不认识你是谁 然后他一带VGI 所以一进来我就是立马就让我记住他了 这太心机了呀 这 是吧你也不是纯电竞粉 你也磕西皮 是吧我不说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啊 嗯 嗯 对啊那时候巴黎看小狗那个MSI MSI 那个第一次拿在国际大赛上面拿冠军那时候 那时候的感觉还历历在目 对啊他15级的牌牌可能可能我可能就是会真的不会记得他是谁 他只要带了个VGI的这个牌子一进来我我我立马就记住他了 我真的太心机了我立马就眼熟他了 对他也会吸引我关注了 对啊你太心就心机各了你 是不是他那个牌还是还是孔雀 啊不对啊是绿色三级牌 其实也是新牌牌 还是新牌牌 不是你这个VGI是哪个直播间的啊 我记得我记得我们狗狗的那个牌牌是UZIQAQ 我都有 什么一个小人六小时 不是我一个小时一个人播你六个小时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一起看比赛知道吗 跟你拍看比赛的时候一边到时候我一边 一边跟你们看比赛一边在里骂人怎么办啊 是不是是不是 是这个狂飙 这个狂飙 然后再去上网上真的是现实中我重拳出击 网上我微微糯糯 什么罵就罵了呗 不是不是你知道现在我有多卑微吗 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家小狗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就是我们家小狗有比赛好有比赛打有训练赛打 然后他有比赛他 他比赛有一场是一场 然后我就觉得他只要是他的队友我每一个我都尊重哪怕我再不爽我都会很尊重 然后我尊重他每个队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就卑微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我们家小狗为了打比赛太难了好不容易有个队可以一起打了他现在年纪又不小了他有个队有个队有蛮不错的配合他 我已经觉得要烧高香了我嘴鱼就嘴了但是我觉得在网上 我在网上我绝对不会嘴他的队友 为什么我们家小狗太不容易了 真的真的我现实中我重拳出击网上我微微糯糯 别人是网上我重拳出击现实中我微微糯糯我是刚好相反的 对啊就是心塞不行要去去去去去EDG那边也是也是 好好照顾家小狗谢谢EDG收留 呃呵呵呵 呃真的是 对啊像像像对啊现实中现实中也是啊你看就是有说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就有人说过你爸妈我现实中现实生活中见到我是直接怼的 我现实生活中我都是直接怼的不管是你爸妈的也好你爸妈知道不 就你爸妈的也好我现实生活中听到别人说那么好话的时候我是直接怼的 但是我在网上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我打文字或者我打文字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特别是吵架你爸妈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文明很多 我就文明很多 然后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时候的话就是 懂啊出口成章 对啊上次之前就不是跟你们说过在 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个黑嘛被我怼被我怼到哭那种 对啊我是我是这种的我是这种人的现实中我重拳出击网上微微糯糯 哎 什么你爸妈现在吗你爸妈现在 哎 现在吗现在没事干都吃海带了还能干什么 我明天上工吗我明天上工啊 你不是说哦五分钟你不是说你去喝酒了吗 你不去喝酒了吗怎么有空来啊你有连麦吗我没看到 他们说你有连麦 谁呀没有看到呗我都点了后台连麦那里怎么没看到人呗 没喝多吗我明天上工啊明天你们不要罢工就好了啊 啊我都已经升级到最新了但是还是看不到怪的要是 哎还是看不到我我直播助手这里我有看到不得不感免的五分钟 申请了语音连麦但是点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哪里哎真的是见鬼了 你看点的时候都没有我点的语音连麦这里没有 我实际上肯定不播啊我自己不是在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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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动态那里出了那个了 出了工作表了啊我的排班表我今天播明天播我后天跟大后天都不播 我要看我要看我们叫狗狗打比赛 我看我们叫狗狗打比赛 哦昨天晚上四开 什么我以后我十点半我就走了 我十点半就走明天晚上再好好聊了 明天晚上再好好聊今天晚上十点半钟我就走了 什么刚好你不用担心看错过我明天有播但是我十七号我不播我十七号我要看比赛 白走海鲜 白走海鲜白走好像好吃啊 真的我感觉我们我们广东好多的都是都是白走都是白走 白鹊白鹊 什么都是白鹊 想多了啦他们又请阿姨啦 干嘛你你又在你你又在搞什么 但我刚刚有跟他们说狗也有先来后到啊那我刚才有跟他们说五分钟 就是你们不是在吐槽说我有别的狗了吗 那我我是想说你爸才是后来的呀 就是我因为你爸 懂吗我因为你爸妈 我因为你我因为龚俊跟张哲瀚 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我们家小狗跟我们家花花的消息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花花没有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近半年半年的我们家花花开全国巡回演唱会 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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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播间同事同就是就是也喜欢花花的歌迷告诉我告诉我说我们家花花开演唱会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本命武士到这种地步了还是想怎样 对呀你你爸这个狗就是后到太恐怖 但是但是就是让我直接都把我们家狗狗小狗都给忘了那他还想怎样咯 对呀我原来原来我没有别的狗啊我就只有一个啊我们家小狗啊我们家狗就一直以来就只有这个啊 那不是后来就是就粉你爸了以后多了一只沙摩耶 什么你们小孩被寄人了哎呀我的号都没出来过不懂 懂不 我的号都没出来过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的号还没出来不 我去EDG的那个官方留言那里我就去去去去去那个EDG超话 因为因为我只是关注以后我就签到有没有到没有到等级发不了言 然后可以给别人留言吗我发我给别人留言的时候发不出去 我就知道我现在还在禁言之中了我两个号都在禁言 奇怪从去年去年到现在都没出来过我不明白为什么 就明明我两个号什么都没干 夏季赛不求独怪想太多了我现在觉得他们的比赛有一场看一场 我不想成绩这种东西而且佛系了但是但是但是佛不佛系小狗看小狗了小狗他肯定不佛系啊 是不是我我我我我是想我就是把我心态看看轻松一点 然后我也不想给小狗那么多压力他好放松的打 以他的能力如果说是他好好的调整的话是未尝不可 可能出来两天又被关进去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明天晚上我还来了还是八点半钟我今天晚上就十点半钟我就下了 然后明天晚上五分钟他们来了以后的话可以聊到十一点钟 好好打有世界赛小狗就是那种打世界赛的人 你就是怎么说你让他恢复状态现在什么都别要求 像什么也都别想就是先让他恢复手感跟状态 他只要把他只要把状态跟别的东西都会调整好的话 还有一个团队的一个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觉得进世界赛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可以多想一点点他得他得他得乱 他得好好那个他得好好打那个就把状态给拉起来 他状态好了以后他就是门票懂不 他状态好的话他可他就是一张门票 什么我要反向读呢没有啊我是我是真心实意想我们家小狗给打好的 你知道现在我已经就是就是 呃呃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还是看一路看的太多了 就是他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多打一场都是赚 懂吧他多打一点就是 就是多打就是就是多打一点就是就是一个就是多赚一场 我是这样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奢望过 没有奢望过还能再看到他打比赛 你知道他他他打比他能回来打比赛 就给我更给我一种就是你哲瀚一定能回来的感觉 你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其实小狗啊小我们家的小狗跟你妈的一个很多情况 是很像的是很像的我们家小狗的付出 付出的那个困难程度就跟你妈回来的那个困难程度是差不多不相上下的 但是我们家小狗都已经熬了翻脸的熬出来了 我就是想我相信哲瀚也能熬出来的 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多难 你知道我们家小狗小狗要回来付出 现在他已经是个26岁的一个高龄的一个电竞选手了 电竞选手了就是我你知道真的我们家小狗付出的那个困难程度 跟你妈回来的困难程度是不相上下 你看就已经熬了三年我们家小狗还是能还是回来了 而且去的还是EDG这个事情有多魔幻 所以我觉得这么这么离谱的事情 还有这么艰难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 那那那那你妈的事情就一定可以 懂吗就一定可以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喜欢的人都这么难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人都这么难 你看像我们家小狗 我们家小狗打比赛 从S3从S2从13年一直打到19年 一年比一年厉害 你自己想想别人的颠峰期也就个一两年 或者是两三年 我们家小狗颠峰期打了八年 他颠峰期太厉害了 他的颠峰期是在19年 我就觉得打的最好心态最好的时候就是S9 就是2019年 2019年 但是但是但是那个时候队友不行 他身体也不行了 我本来是想着我说他休养了以后的话 再回来再付出的时候再打 他把先把身体养好 但是我没想过他回来的时候 这么艰难 你知道吗就是被卡合同 他本身就是一个明星选手 他本来就是个明星选手 你们就知道他有多难 他的那个合同被被那个RNG卡了 你知道我你知道他把RNG当成什么吗 真的很像你妈知道吗 你妈把身边的人都当成亲人 把身边的朋友都当成朋友了 但是你妈身边的人又有几个是真心对你妈的 那就像小狗一样 他真心实意的对RNG这个俱乐部 但是你知道这个RNG这个俱乐部是怎么对他的 白星是怎么对待对待他的 RNG的高层是怎么对待他的 一模一样知道吗 一模一样 卡了他合同 他本来就是个明星选手 他所有的帆务合同加在一起 一两个亿 一两个亿多难 买都买不起知道吗 他买不起把他把他把他巅峰时期 他三年的巅峰时期啊 你看现在回来都26岁了 26岁 对于电竞来说 已经是一个是一个迟暮的一个年纪了 他现在他上场还能打成这个样子 他现在上场还能打成这样子 你就知道他这三年 这三年多荒废了他多久 荒废了他多久 然后然后你知道就就很像个商品一样被人家无情的 被人家那个在在估价前 那跟你妈也是一样啊 人家也在看你妈到底有用跟没用 是不是经历一模一样 经历真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那个 然后被卖去 卖去小巷那边 然后他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 有有个机会去那个去去那个EDG 不是去那个BLG 他以为他他以为他可以打了 懂吗 他以为他可以打了 但是但是他你知道他上场的代价是什么 他上场的代价就是打一场 100万一场打一场 如果说小三三场小满小打满的话 一场比赛下来 一场大场比赛比赛下来300万 要给那个要给到RNG你就知道 RNG真的很像谢大妈团队 懂吗 谢大妈团队真的很像RNG 你就知道我多讨厌这个俱乐部了 懂吗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俱乐部 他们真的很 吸血人真的是要把人吸死的那种 所以现在其实我又挺感激 挺感激哔哩哔哩的 因为哔哩哔哩之前的时候他们的高管是 是不不知道打打我们家小狗打比赛要给钱 我们家小狗也不知道 后面来来了那个BLG这边好不容易付出了以后 打了比赛以后被人家要钱才知道 就是你知道可恶到什么地步吗 可恶到我们家小狗连训练赛都没得打 训练赛都没得打真的是 熬了三年熬到合同终于结束了 熬到合同结束了 才能出来打比赛 因为关键是他年纪大了他自己也不自信 你得可以是EDG这边给机会 EDG是给机会 所以你想想我们家小狗 这么难都出来了 我绝对是想我也相信哲哀也是在这么逆境的一个当过程当中 他是能回来的 他是能回来的 我喜欢的人就是这么纯粹 是不是我们家小狗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那哲哀也是非常纯粹的人 我觉得成全粹善良的人都会有好报的 就是都会有结果 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懂吗 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是不是 你看真的我们家我们家小狗 是个非常纯粹的一个电竞选手 我觉得哲哀也是个非常纯粹的人 懂吗 我喜欢的人都这么的纯粹 你看我们家花花 我们家花花被黑的程度 就是简直的铺天盖地的我们家花花 是不是 我们家花成语 就这种我喜欢的人都这么的 就是因为我喜欢的人都很纯粹 你看我喜欢小狗 我们家小狗是个很纯粹的一个电竞人 我喜欢花成语他是个很纯粹的音乐人 我喜欢哲哀他是一个 喜欢哲哀跟俊俊 他们两个是一个 是两个很纯粹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喜欢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圈子 喜欢的一个 就是都是喜欢里面的很纯粹的人 然后都这么难 没有解约只是合同到期的 都是法斗爱好子 对我们家小狗也是有法斗 对他们的他们的人生真的很精彩 你看像我们家小狗 真的是一生都是传奇 Legend never die 当然我也觉得我们家小狗就是一个 Legend 就是一个传奇 走了走了哈 我要准备一下了 真的 是不是我们家小狗这么难了 而且而且就是 26岁真的是在电竞里面是 暮年 他还能回来 还能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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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站在 放弃了这么多 你知道他直播躺的都没有钱 不是解约是到期 怎么可能是解约 懂吗 然后就是 就是 我是觉得都已经 他毅然毅然可以 他直播都可以躺着拿钱的 但是他还是回来了 那我那我觉得哲瀚他现在的生活很难嘛 他现在生活也很快乐啊 也很轻松啊 但是我我相信如果说是 他这个事情有结果以后 我觉得哲瀚一定是会回来的 都是这么纯粹的人 对啊 我就爱这么纯粹的人 好了明天见好不好 晚安晚安 对啊 脾气太难 我相信的 对 塞翁司马 他胭脂非腐呢 是不是 拜拜 拜拜 走了走了走了 嗯 拜拜